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陈金柱 你上班时间不穿功夫不说 还聚众打牌 原料摆得到处都是 你这个原料科科长是怎么当的 这个月的奖金没有了 奖金不给你发 我侄子发 这是我们陈家的企业 我们刘小刘还挣出来的 外人 甭想摘桃子 处啊 处子处啊 把车车你赶紧去一趟 来了 等我回来啊 金柱呀 叔啊 最近啊 还真摸出点一个 进完料的门豆 我正想跟你说说呢 你找书啊 我找陈金柱 从江西原料厂进原料 每公斤夺七分钱 哪儿去 你又去那个江西原料厂了 什么时候开始了 不是 你说咱们厂 那个产量比人家厂多好几倍 你又整天让我给你找原料找原料 你说我要是不失掉这个 非常的手段 人家凭什么把那个原料多给咱们呀 你问陆厂长怎么分呢 他七 我三 不 不 不过我 我可不是为了那个钱哪 我真的是为咱们厂多尽点原料啊 这些都是咱们厂的血汗钱 你好意思要吗 你要脸不要脸 难怪人家杨雪说话了 你 你是我输 我太信任你了 这是我作为一个厂长的失职 你是我输 我是厂长 你这么做你让我的脸往哪儿割 输错了 你原谅输一回 原谅输你 收拾东西 做任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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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江河 你说不要了就不要我了 陈江河 还没休息呢 找我有事 请您喝口酒 就这么喝啊 这个条件有限啊 太晚了 我也没有找过菜 要不你进来 或者我出去也行 那个咱们就因地制宜 好吧 好 我那是 先给你赔个罪 确实我有问题 不应该任人为亲 当然 如果把一个企业办成养老院 那就离败不远了 对 所以啊 咱们这样 以后整个我们厂 所有的归章制度 由你来制定 那这样好吧 这又太草率了吧 对对对 不管怎么讲吧 我今天是来跟你赔罪的 好吧 陈江河 你在跟一个女人赔罪 不不不不 我是在跟杨厂长赔罪的 陈厂长这顿酒 如果是赔罪酒的话 对不起 杨厂长真不喝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把我当朋友 甚至愿意酒后吐真盐的话 那你喝多少 我都陪你到底 这个确实我也喝不了大酒啊 喝大酒的话 我可能要出洋相点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就好了吗 你的谦虚 你的卑微 你的客套都是假的 我反倒喜欢敢出洋相的你 那才是真正的陈江河 我要 来 赵姐 嗯 你看 我觉得这么拧一下才穿得挺好看的 看吧 那我试试 这么拧吗 是这样吗 就这么拧 真好看 天儿啊 你的儿子啊 不是读书的料 是摆摊的料 做你的作业 再管鞋事我揍你啊 赵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可不愿意她跟我一样 一辈子连摊 行行行行 她得好好读书 我指着她有出息呢 我开玩笑的 天儿 这一串就是三毛钱 小夕 帮我跟你妈算一算 挣了钱怎么分呢 平分呗 一人一毛五 小夕 我这成本是五分 你妈那是一毛 你要这样分的话 你妈可不就亏大了 你这算术是怎么写的 没错呀 三出一二就是一毛五 我问你 五分分分是多少 一毛分分是多少 傻子 应该是 你妈两毛我一毛 是不是 行吧 儿子 陈厂长 陈厂长 给你看一下新的项目表 你看这个 干嘛 刚才写到这儿 这是多久了 还写到这儿 赶紧你做作业 谢谢 下次合作 好 再见 再见 让一下 让一下 有孩子啊 等一下 一个来 一个来 联系 看图了 你看这个 将来也会起 现在从 从这个位置 整个砌到这儿 我把这个墙砌起来 陈压 陈压 你把这边这个 都要什么东西 这边弄东西 好啊 所有都看见迹象 我们厂长说呀 要把这儿建成 农浴室博物馆 让每一个新来的员工 都来这儿学习一下 看到我们袜厂 发展之有多不容易 匿苦思前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么老掉牙的方法 这真管用 每一次我们厂长 遇到什么难事 都自己在这儿关半天 完事儿 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为什么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语猪和妈妈 语猪跑了 语猪跑了 语猪和妈妈 就这片儿啊 这咱一屋好几个老巷 都看见他在这儿摆摊子 今天怎么了 怎么一个探头都没有啊 要不你去找找 柱子书 谢谢你 专门告诉我这个消息 可是我还以为你 你会怪我呢 有什么可怪你的 柱子书 到哪儿都是打工 饿不死 你看这两个月不是都胖了吗 还真是 叔 当初拿那个钱 心里也是别扭啊 幸亏你发现得早 拉了叔一把 叔 到现在还后悔呢 谢谢你 别这样讲啊 叔 我先去看看 好 回头咱们俩喝酒 好 哎 听门 听双街落雨中 带个孩子 你可得想好了 我们把它放下来 我这么说 到哪儿了 一点点 我过来了 你会不会有批评 想抑评 你会不会有批评 你会不会有批评 他会不会有批评 就会不会有批评 我们在这儿歇会儿 他们走了我们再下去 找个地方先歇会儿 最近贡商查得很严 没办法 行 我听你的 赵姐 天儿 赵姐送你的东西 赵姐你干吗呀 平时都是你送我东西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拿着 这可是好袜子 是挺好的 这袜子一看质量就好 是 你也不想到什么牌的 玉珠牌袜子 上海的锦翘货 之前杭州的那个厂啊 还能留胜出一切出来 可最近几个月啊 抢都抢不着 好 玉珠牌 这 这袜子是 是哪个厂子 这厂长 厂长姓陈 也是你们浙江人 天儿啊 你要是能跟他大商关系 弄这么一批袜子出来 咱们钱可朝政多了 来 说好了 送你的 拿着 不要 真不要 这袜子给我 糟了 好 还没休息 这么晚回来 这一天没见到你 你干嘛去了 厂里有事吗 有 我真要找你生的 现在顺踩仙马上就要进来了 我们得做好准备 那那个 人员培训这一块 就小蒋负责吧 这个生产车间的话 我的意见是 还是先沿用老的 太急了 新旧生产线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原料容易混乱 还是另外开辟出一个新厂区吧 今天下午我在后院走了一下 我看老厂房刚好是闲在那儿 我就跟小蒋商量了一下 是不是可以腾出来 不可以 老房子你不要动 我要留下 陈娇和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你下来都是生产效益第一 你给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不说话 好啊 那我就当你是默认同意了 不行 是一种精神 那这样好了 在办公楼的一楼 开辟出一个荣誉室 满足你的需求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去吧 你睡觉是不是 不太了 不险我 我来 不用 只有你 明天 那我怎么会 我 Hopefully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大名叫陈江河 尔东陈 江水的江河 你是不是不识字了 叔叔要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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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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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麻烦你帮我把那双袜子拿过来 我看看 好的 这是大品牌 质量可好呢 这个明明这是玉珠牌的袜子 你们怎么能把它放到这个 洋室的这个天赐袜页里面 那关专柜上面 因为他们是一家的 你说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家的 谁告诉你他们是一家的 我告诉你 马上把玉珠牌的袜子 从这个洋室外页专柜里面撤出来 现在就撤 你不撤是吧 我找你们市场经理 这 这怎么会是 这 团队 这名市场长会出的消息 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 上海 广州 好几个地方 都把咱们的玉珠牌袜子 归为央视袜业的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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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阳长长 赶紧停下来 好的呀 住手 谁让你推的 现在盛产线进来了 没有地方安放 爱放哪儿放哪儿 我可不可以不要 新手掌心 陈厂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么浅显的道理 难道你不懂吗 企业需要发展 不能总抱着回忆吃饭 你不用跟我讲大道理 这个厂 不是你们仰师蛮成 可以吗 要不去 不去 我 不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你 你 你好 我陈佳禾 王菊 王菊 你好 你面子大了 杨氏集团的杨总 大驾报应点名要件 赶紧忘了 好 网局 我跟您汇报一下 我现在没有时间 现在全场都在忙着抓生产的 少废话 这是任务 现在都忙着找上隐子 这回来的是上海的餐链业 别人一般人想见还见不着呢 赶紧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江和 是我是我是我是 你好 杨先生 你好 你好 你的名字我听过百遍千次 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 不敢这么讲 不敢这么讲 我们是小辈 我们 我们见您才不容易的 坐 坐 祖籍是哪里人 我是一屋的 家里有经商的吗 有也不算吧 只是我们那个地方是农村嘛 从小我见到他们都是搞这个鸡毛换堂来的 不疑啊 你能有今天必有过人之处 之前哪 我很奇怪 能和我杨氏集团抢夺市场的人 到底是什么呀 有什么背景 实话说 三年前我还真本把你放在眼里 三年后我又学后悔啊 不过我 不过我很快释然 英雄毕横空出世 却不问出处 更何况 英雄即将为我所愿 三天之后 你将任命为杨氏集团总裁助理 一个月之内 我将追加一笔资金投入蛙场 全面打造蛙野基地 一年后 你将升任副总裁 辅佐我女儿 接受杨氏买货 我把我宝贝女儿托付给你 你绝不可辜负 就是不太明白啊 只是 你爸爸讲这个 要投资进生产基地是什么意思 这点你不用操心了 我爸已经跟你们领讨沟通过了 双赢的局面 袜场将成为 杨氏最大的生产基地 而且还能解决 当地几千人的就业 那 那我 我那个这个玉珠牌袜子呢 将成为历史 还有你的回忆 这三天 这三天 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三天 我爸得癌症 医生说 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在一切还没有安排就位之前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他希望你能帮我 我爸经常说 我从小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没办法专心地干一件事情 他一直很奇怪 我怎么能在袜场一待就是几个月 现在他明白了 因为有你 所以你应该明白 我爸说的托书是什么了吗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离开一屋了 洛玉珠 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个女人 你就是为了她 守住了这个袜场的吧 还以她的名字 命名玉珠品牌 所以你把那毒枪推倒了 我要推倒你心里的那毒枪了 我要让你完全为我敞开 这给我点时间呢 这叫什么 栽下无同处 招来金凤凰 没有咱们这几年努力啊 杨氏集团也不可能投巨责在咱们这里 是不是 听说啊 总局的啊 正在跟杨氏集团谈判 连一千的历天有老工人啊 都能拿到骨弱 晓晓 你怎么一直哭脏个脸啊 这玉珠牌算是没了 这还是咱厂长起的名了 我是高兴不敬爱 现在啊 什么地方真是 不会预备了 你这是怎么认为 我们一起的 人家創育 我们是他 今次了 豫竹反应也瞧不上 能被放在眼里 真的这样说 我觉得吧 其实咱们还是嫩了 现在呢 船厂都挺激动的 尤其这个工人哪 包括上面的领导 大家都是蛮欢迎 这个杨天慈的豆子 现在我估计 反对派就是我跟小强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这就是商业资本的厉害 杨天慈是谁啊 杨天慈是咱们中国人 当中最早跟外国人 打交道的商人 厉害吧 人家呢走得远 比咱们靠前 所以说眼界肯定比咱高啊 所以说江河 我是真希望你 能够见下这个人命 我就希望你能够 到第一线最前沿 去好好磨练一下自己 当鸽子相信你啊 杨氏百货 用不了几年在你手上 肯定是风生水起的 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 留在这个工厂对吧 你勉强 所以现在我这个心里面 空落落的 玉珠牌说没就没了 你 永远 玉珠牌呢 隔三年前已经帮你注册了 你要是想留 也没有谁能把他拿走 这 你 你 注 注册 什么 什么时候 我都提醒过 多少回了 你什么时候放在欣赏部啊 后来我 我 我是去杭州 好像出差吧 我特意把你拉到杭州商调局的大厅里面 让你签的字 你以后来跟我说 什么 要见个什么大人物 我不能迟到 你后来转身你就走了 你肯定记不住我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天哪 注册了 玉珠牌有救了 哥 你是高人的 你真的是高人的 听你这话意思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值得吗 值啊 怎么不值呢 你帮我留着一手 然后我现在就有了 跟杨电子去谈判的一个资本呢 听出来了 你还是不想当驸马 哥知道啊 其实你向阳也有人放不下是吧 但人各有命啊 你是不是也应该 有自己的生活跟未来 我就是还想再见着一下 哪怕是 就隔得远远的 就看一遗下 就看一遗下 我丝尬 好 我丝尬 äää 麻烦问一下 你認識駱玉珠吗 你不認識 你去问问别人吧 好 我跟您打听一下啊 您见过一个 一个女人 这个叫駱玉珠 然后他自己还带一个小男孩这样 那个人知道 就是那个 就在那 这个人 你去问问他吧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谢谢啊 要点啥 我给您打听这个人啊 洛玉珠您在书吗 洛玉珠 刚才那边有一个人讲说 跟你在一起摆摊的 一个女人 带着可能是一个 六七岁七八岁的一个男孩子 你说这是天儿 天什么天儿 跟我一起摆摊的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 就是天儿 可能改名字 他在哪里 还没说他了 他 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 我是他老乡 一屋的 你这个老乡啊 真不用力 一天到晚呢 他带着个孩子 晴早晒黑的 拉脱进去 让谁看了都心疼 我问问你 他这个地方有个字 对不对 对啊 他什么时候来 他应该快了 妈 怎么了 忘了 你等会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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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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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猪子房 你 天儿 妈 天儿 天儿 不在 估计也没走远 要不你就在这儿等会儿 我那儿还看着他呢 好 再见 我 我 我 你 什么 他 我 也 我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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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知道 你先收拾 我先 厂长啊 你去哪儿的 这下午啊 局领导还要陪着杨总来厂里视察呢 我还得准备一个欢迎仪式 现在这厂里上台下下都在找你 你这急死我了呀 喂 陈江和 我知道你在哪儿 下午我爸要当着全场那面 宣布我们两个的事 还有记者也会来 我要你两点之前必须要到 我等你 好 在哪儿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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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